你爸爸这辈子 最真爱的就是这间铺子 如今散了 去了 这也是天意啊 妈 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姨太太那边 我会派人想办法 把她从我们这边偷走的东西 全部拿回来 这大半辈子 都是在你争过多的 现在人都不在了 这还有什么用 你就是把她千刀万剐了 你爸也回不来了 袁太也回不来了 嫂子就是这样决定的吗 是 那好吧 那就按嫂夫人的意思吧 世君 好生的招待世家世博 我身有不便 请多谅解 嫂夫人言重了 我与萧童兄 虽非以乃同胞 但青铜手足 还望嫂夫人能够多多保重 谢谢 世君 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讲 世君 你打算怎么办 就照我母亲的意思做吧 你父亲生前 跟你讲过要把元太关门的计划吗 关门 提早 尽数发往龙太 元太就此关门歇应 他是打定了主意要隐退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 上次的夜谭 就成了天人有格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你 他把最好的留给了龙太 留给了你 他自己就像元太一样 油尽灯苦 他说要用自己最后的时间 来弥补对你的亏欠 世君啊 如果我是你的父亲 我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你好自为之吧 这世界上大部分儿子都会怨恨父亲 直到临死的时候才会互相原谅 世君啊 你心里是不是特恨爸呀 爸这一辈子呀 亏欠你们母子 我想晚回的时候 已经没有机会了 大嫂 你也累了一天了 你就先带小倩回房间休息吗 小倩 老婆 妈 时间晚了 早点休息 老婆 你现在是沈家的当家人了 妈都听你的 我们在这楚河汉界的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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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那淡osit密封消息 终于能走到一起的时候 也到了终点了 你作为我的父亲 我当你的儿子 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很多人 把自己交给了世俗 用别人与社会既定的轨道 沉绊着自己前行 而内心的身影 早就在学会缠绵与人之间就消失殆尽了 活着 永远在耳畔 孤独地回想 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专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活着 你是怕我 怕我把自己放逐了有浪漫 还是你是怕我 成为一个爱情的疯子 今天 就要跟你告别了 告别这一世 父子缘分 父亲 对于我一直是那么远 可有时时刻刻 操控着我的命运 操控着我的命运 但你是如何对待妈妈 又如何对待哥哥 我真的不敢沟通 我不怨你 更不恨你 但也绝不会屈从于你 你 特别是我跟慢着你未来 我认定了这个女人 她就是我的一生一世 我不管什么门店 更不在乎 世俗的眼光 只想守护这个可以陪我走过一生的人 袁太你就放心地托付给我吧 我不用透过与翠翠结婚 也一样能守住这份家业 妈妈与小姐 你也请放心 我定会托起这个家 你安心地走好吧 好 难怪晚上睡觉跟木头人似的 就为了这头发 头发烫直了 脖子睡歪了 妈 千万般啊 臭美啊 多大年纪了 臭美啊 什么呀 那是我幸运好了 人家理发店开张 我呀 走过路过 他一把把我拽进去了 这可是第一笔买卖啊 你要我的钞票 妈妈 这么好的事情 我也去哪分次呢 你去干吗 你省省吧 就那么几个人吧 好了呀 好了呀 说好的商量姐姐 跟朱红财的事情 你们东扯西扯什么呀 增增啊 你觉得你姐姐是真的要嫁给朱红财啊 男大当婚 也大当家 你这话说得是对的啊 但是 我就怕你姐姐是赌气而已 随便找个男人嫁嫁就算了 万一吃亏上当了呢 哪能备啊 还要真是赌气说说 我也就算了 那 那 我还突然忘了问了呢 我还突然忘了问了呢 这个朱红财家里有没有女人啊 她都这把岁数了 她难道没有娶老婆吗 你还真是欣喜啊 这么长时间都不问这个问题 你不是一直都觉得她好吗 之前之前 之前跟现在能比吧 是不同的呀 你跟你姐姐也是不同的 我不能让你在沈世君 这棵歪格的树上吊死 我也不能让你姐姐 随随便便嫁个人 吃亏上当 你还真是现实地让人可怕 我是让这个日子过得呀 越来越害怕 我现在天天跪在那儿 求菩萨保佑你 将来你啊生个儿子 别像我一样生了三个孩子 一个孩子走了 剩下两个女儿 操心操到死了 妈 一大早你们就拉拉扯扯闹上了 妈 不要在背后讲人家不好 妈 你要问曼珍 不如来问我 爷 妈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 气头上的话不作数的 露露啊 你真的要是讲讲气话也就算了 那你得告诉我们大家呀 对吧 要不全家人为你提心吊胆了 你怕什么呢 你是怕我嫁不出去呢 还是怕我嫁给那个姓朱的 你干吗这副枪调了 我跟你好好说话呀 我的意思是 你认识朱先生这么久了 你到底知道他多少底细 做红财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最清楚了 毕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不好 可他对我够意思啊 他坑过我的钱 也救过我的命 他图你什么你不清楚吗 他图我什么呢 图我有钱 图我年轻美貌 还是图我可以祝他飞黄腾达 曼珍 我不是你 我不年轻了 奶奶 你还没讲话啊 我想听听你讲 洛洛啊 你一向都心气蛮高的 你真的愿意下家呀 就是啊 洛洛 你在大上海 也是见过大市面的女人 你就甘心情愿做 做 做这个哈巴狗的老婆呀 洛洛 道理你都明白 你为什么要去撞篮墙啊 人家不娶 你怎么家呀 我告诉你们 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就不相信祝红财不娶我 姐 姐 夏正宇你去哪儿啊 少爷 早知道如此 我本该就跟回来的 洛书 你回来的真是时候 我需要你的协助 这几天 有很多的批货商上门来催款 可是 我查了账本 为什么这一两年 我们袁太 并没有货款出去呢 都是为了龙太 老爷考虑到龙太的开张 把袁太最好的货都收了起来 就等着时间合适 运来上海 没想到 竟然会弄成这样 我不清楚外面还欠了多少钱 若是这些批货商 纷纷上门来催载 恐怕无法收拾 尚载为奇 就等于失去了货源 失去了诚信 我们还有可能会惹上官非啊 少爷说得是 但是 现在唯一可想的 就是从龙太先抽掉一笔资金 来缓解袁太的压力 不同 龙太不单纯只是我们身家的 若是抽掉之前的投入 只怕认来的事费会更多 时老爷一定会出手相助 不能欠他 不 姐 跟我聊两句吧 你还有完没完啊 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才几天功夫 就突然要嫁给朱空才呢 我想明白了 可以吗 你别糊弄我了 你信他 你怎么可能信他 他那样的人啊 等你没有了利用价值 他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客气的了 姐 你能听这句我的话吗 你的挣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怕 你怕你将来老无所依才要找个人依靠 高攀别人的事情你不愿意去做 又不想随便找个老实呆子 那样没出息的人 你又不甘心 好 那算来算去就只有朱空才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 互相知道对方的底细 知道怎么防着对方 可这不是结婚 这是搭伙 婚姻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啊 天舞权人之路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世君说得对呀 是不能欠人家的钱 我倒是有个现成的法子 你看怎么样 世君 这个老宅子也能派上用场了 卖了它够不够 妈 这宅子 老爷当年买下来 就是为了沈家的金业 不能卖啊 梁叔 你去忙吧 我跟世君说点事 妈 世君 卖了房子 先把袁太的窟窿堵上 我跟倩如小剑 我跟佩佩的老柴子去住 我们三口人哪 不需要那么多人辞耳 你也知道 袁太是你爸爸这辈子的心血 他最讲究诚信 即使自己省事俭用 也不欠别人的钱 话说回来 即便是袁太保不住 只要咱们能够坦坦荡荡的 过什么日子 也都无所谓了 妈 这房子不能卖 若是要救急 我们可以抵押这房子 过些日子 等家里的事处理完毕 我就回龙太 我估算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过年分红 我就可以把这房子 赎回来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管龙太太 好 好 让你收拾这么大个烂坛子 难为你了 你心里的苦 妈都明白 是儿子不孝 这一份电报没有署名 我想是顾小姐的吧 妈 本来打算我一定同事她的 就是爸爸担心 看来她也是知道了 这孩子 周全 懂事儿 世纪 你爸爸这一走 我也是看穿了 人活一世 什么都是神外之物 什么争夺都没有意义 人生苦短 你不是要追求你的幸福吗 你别因为这个家 因为妈妈 因为生业 拦着你 要做什么就去 妈妈知不知道 妈 我拦不住姐姐 您知道她是错的 我却劝不了她 她已经放弃自己了 就因为这可怕的世道 她要比别人多几倍的痛苦 才能生存下去 我今天突然觉得姐姐好陌生啊 她好像离我越来越远了 她是错的 我不知道这位朱先生 是个怎样的人 但你姐姐既然选择了她 自然是有她的道理的 能是什么道理 能有什么道理 满真 你公平一些吧 我知道你希望她幸福 但你别忘了 幸福这东西 如人饮水 能满自止 即便是你 她最亲的人 也不能带她去体验人生啊 无论满路嫁的是谁 那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选择 您知道是错的 我也不拦着吗 人生的轨迹的每一步 走过来都不是白白走过的 相信你的姐姐 一路走来 一定比我们有更多的历练 我们根本无法 也没有资格去告诉她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啊 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对了 沈世军还好吗 不要一说姐姐 你就要拆开话题 我们现在谈的是姐姐的事情 不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沈孝彤过世了 小姐 您找沈经理吧 她不在 我找梁叔 梁叔回南京了 老爷去世了 你说这事闹的 本来是喜事 这一下又办成了丧事 这老天爷啊 怎么就不能让人顺心一点啊 是啊 让厨房做的可都做好了 昨晚就吩咐下去了 就等着小姐发话 就装盒子了 带上那几盒沉香 正好给她们安神 知道了 快点去啊 你把十家的东西 都搬去沈家了 妈 我这有事跟你说呢 袁太出事了 要上的都上门去了 你说她这一家子 老的老小的兴趣 倩如表姐 也不是个能办事的 他们家不是有儿子吗 要你操什么心呀 倩如表姐是你的侄女 你也不管 你的意思我知道 可是生意上的事 一向是你爸在管着 别说名不正言不顺 人家未必肯领你的情 我就是担心 施君这个倔脾气 你说他哪里肯轻易 受别人恩惠呢 你就这么在乎她的感受啊 沈伯伯一走 我只怕她这股子力气 卸了一半 你说 她万一再是钻了牛角尖 这不对谁都不好吗 妈 你就跟爸爸说说 帮帮他们吧 说曹操 曹操就帮 老爷 有件事情要找你商量 家里的事情你就做主办 是沈家的事情 听说要账的都上门了 咱们两亲家虽然没过名路 但是外人都知道了 要是这个时候袖手旁观 外人会笑话的 这是你的意思 这是 孙子的意思啊 你看玫瑰门哪 沈士军都不急 你急什么呀 我倒不是为了她 只是沈伯伯生前那么疼爱我 我不想看她的心血复制东流 再说士军本来不就是那样吗 你自己都忘了 你不是心心淡淡地跟我说 跟沈士军在无瓜葛吗 怎么还要管她呀 我就这样要管她 你就是那么心水 你真不义 好 要不要把水 但是你急死我抵级 你也要跟她派人 变得很大 我说什么 她不想公平 你只不我 仅邂逅 你不认识 你只不成 我又不想我 你只能变得很如果 你只能变得很小 我又有什么 来 嫂夫人 请 嫂夫人 我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不放心 过来看看 让市会长操心了 无论怎样讲 现在我们还算是亲家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有什么需要 请嫂夫人尽客直言 我一步中此 老爷走得太突然 我想 如果仓促地 给孩子们办事 我心里会欠就 翠芝一辈子的 咱们是不是缓一缓 这是嫂夫人的意思 是啊 如今这是鼎鼎重要的事了 翠芝这么好的孩子 我不能让她受半点委屈 可是我们家现在 这么风声鹤唳的 我觉得对她不公平 我已经让倩儒提心吊胆 我不想让翠芝再牵连进来 言态眼下 实际到了一些困难 但也请嫂夫人不要过于敲心 我与萧同心感情度深 还请嫂夫人不要拒绝 哦 谢谢 谢谢 我们心灵了 好在 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做主 让世君把这宅子给抵押了 我想一时半会儿 能周转地过来 嫂夫人 龙太也是我们两家的 有了困难我理应出手 怎么可以当老宅的念头呢 龙太是龙太 生意上的事情 早就交给世君了 世君这孩子呀 要强 他现在也知道责任重大 所以我想 让他缓过这一阵 将来风平浪静了 我们再风风光光地 迎娶翠之 你看呢 既然嫂子这样讲 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不过在我心里 早都把世君 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世会长宽厚 是世君的福分 也是我们沈家的福分 对吧 老爷 来 沈少爷 您放心 不过这笔数目 对我们大部来说 不算小 让我们考虑考虑 我明白 官司拜托了 先告辞 二位 慢走 打点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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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怎么办 小姐 小姐不哭啊 你是不知道 小姐自从提了奶奶 说我们要搬家 就一直哭得不停 小姐的身子骨本来就弱 我的命苦啊 手刮手得糟 如今 要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了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小姐 相信我 不会搬家的 我们不搬家 下去吧 我这么大的宅子 怎么能说出手就出手 事情是怎么了 这么大的事情连说都不说一声 妹妹 你是不知道 就要卖祖产了 士君 现在是神家一家之主 别人的话 听都不听 我就是命苦 这个呆子 怎么到这个时候了 还跟我问你我 妹妹 姐姐我虽然家到神家 但我胳膊手不往外轨 我跟你说 你们的婚事 你可要小心着 我看这士君 就不是诚心诚意 表姐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不管 趁日子已经都没发过了 还不让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索性 他选我服着一两白两算了 表姐 你小声点 让小剑听见了 不是他又要哭成什么样呢 你一定不要学我 我家里神家就开始收垮 小剑绳子骨就弱 婚到现在 连个家都没有 你得多长个心呀 知道吗 我知道了 一定要提防两个人 一个是视觉 一个就是那个顾曼珍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之前不是退了回来 怎么现在 又变成这样了 这个事情 说来话长 你在上海这么久 到底发生什么了 表姐 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你到底喜欢不喜欢市居 我不清楚 也许 像爸爸说的 最长久的不是爱情 而是亲情 世君从小就在我身边 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我可以对他耍脾气 也可以跟他说心里话 在他面前 我从来不需要 磊装自己 可以活得自在一点 你真决定了 想嫁给他 哪怕 他心里有那个顾小姐 你从来就要你的眼睛 哪怕 不是 你说的 另外一个顾小姐 我 你 我 你 你还不是助经理啊 你也不是财技的当家人呐 我们赚了钱算公账 这一次 找到了一个赚钱的好路子 钱赚钱来得快 交给你我 放心 艾曼罗 别说这个小胎的馄饨还挺好吃的 怎么样 有过日子的感觉了吧 让我回味 回味 这个地方吃东西踏实 不像那些花里糊哨的大饭店 酒桌上的人呐 都不真心 滑耳不识 真叫你说对了 问了这么多年 有滋有味的 还真没有机会 我们现在啊 过得是自己的日子 没必要浪费 我没浪费啊 全吃了 全吃了 你呢 你也吃香 你真心听我的 就照我的意思去做 你的事别提啊 不提 我吃了 咱们吃的 好吗 满露啊 你可以是一个不唠叨的人吗 我不唠叨 我不唠叨 你心里面有数 还不赶紧去买单 钱都在你这儿呢 老板娘 我说你是看错了吧 露露 她那张嘴巴多叼啊 怎么会跟朱先生 在马路上吃什么 咋为问的 我倒想起来了 最近啊 露露呀 老早老早就起来 以前啊 太阳不晒到屁股上 都不起来 是不是生意做亏了呀 那 妈 有钱没钱都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姐姐现在 跟朱洪才走那么近 我看她说要结婚 不是一时赌气 现在啊 她像是个过日子的人 管不了了 我也不管了 姐姐的婚姻大事 您不能不管 你说她 好像有点不正常 你们说谁不正常啊 这是你吃剩的呀 不是怪可惜的 如果你们不喜欢吃啊 晚一点留着我宵夜好了 露露 我问你啊 你最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那你奶奶说的 你一大早出去 很晚才回来 是不是出事了 以前我白天睡觉 晚上出去 你们觉得我不正常 现在我晚上睡觉 白天出去 我怎么又不正常了呀 来 拿着 奶奶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不缺钱 好 刘长辉 这件事情就办妥你了 放心 四老爷 一定办妥 这事保在我身上 好 但是要记住 必须要低调处理 是 那先告辞了 好 搬走 出来吧 出来吧 在自己家里还用得着 多多藏藏的 当铺的掌柜来干吗 你不是让我帮沈世军吗 怎么样了 女儿的事 爸爸自然会放到心上的呀 那你打算如何处置 放心 有爸爸在 不会乱的 你一定要拦着世军 不能让他拿老宅子冒这个险 可惜呀 就怕这个臭小子 即便是你帮了他 他也不会感激你的 我不需要 有些真相最好不要露出来 不然好事也变坏事 白白让大家都伤心 你让掌柜的来 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难得我们父女同心 谁让我是你的女儿呢 你又来了 你还让不让我歇会呢 你真的和朱红才在地摊上吃东西啊 这一点都不像你了 又是你说的 希望我做个正常的女人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相夫教子 现世安稳 可朱红才她不合适 你不要管我的了 先管好你自己吧 你真的进了沈家的门 你再跟我说 哪个是适合我 哪个是不适合我 怎么了 石军的父亲过世了 你别想这么多了 生死有命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姐 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们是什么样的 还能怎么样 绝望 绝望 都说小时候的记忆 一辈子都忘不掉 我怎么就记不起来了呢 因为你那个时候还小 你不记得是件幸福的事情 有时候我想忘记都忘不掉 别说那些晦气的话了 你现在最大的障碍都已经不在了 说不定你们这个婚姻还真沉了呢 姐 你在说什么 我不会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和沈世君在一起这么久 也够了吧 还想为她守孝三年吗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不会讲话 可我都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曼珍 我不想你成为别人的笑柄 那你呢 我 encounters政府 《专香的硬留观感 Cheers》 我看看我